剛剛我們才結束 我認為是一場很豐富而有使命感的會議 就如同我在最後所說的 我們選擇了創新跟開放 摒激了保守跟封閉的限制 首先是我們對於經濟發展委員會的架構 我們會在未來的每一季當中至少召開一次 一開始我會要求我們用比較高的頻率 我們會在7月9月11月 召開三次的經濟發展委員會 而且會在8月份召開第一次經濟發展委員會的顧問會議 希望我們把初步的討論結果 交由顧問會議的我們邀請的所有的專家學者們 再給我們更多的意見 也指引出未來我們繼續召開會議 所必須更注意的工作 那今天我們獲得了幾項的決議 第一個就是我們通過了造源 投資國家發展的方案 初步我們希望能夠目標 引導引進三到四兆的國內外資金 投資在台灣的重大建設 以及重大的重要產業 未來行政院將會以跨部會合作的方式 設立法規 調適的單立窗口 也設立相關的平台 加速進行大投資台灣的進行